青春是塊原料 遲早要製作成型 非常醫師姐 收集神之介 妳在幹什麼 想說配合一下 妳是誰 我是通靈少女 我們都是一對的 你把眼睛戴上去 好 我也打眼睛戴上去 戴好了 好 來 聽聲 不是 第五靈的歌 聽聲 第五仙 就像你穿起來之後 你說話就很囂張你知道嗎 哪有啦 大仙 大仙 我人很小 為什麼大仙 我想要請問一下 妳請問 請問一下 我今年的歲 可以 可以… 大仙 妳怎麼可以說故意 妳每天說台語不算大仙 就大仙大仙啊 大仙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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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將來是戴念妳這個年輕的 通靈美少女 對 我給妳抽一個籤 好 看妳的大仙大仙 我看一個 我要抽這個 好 喔 大仙耶 什麼大仙 大仙 大仙 難道是我 我來寫真書的大麥喔 沒中喔 大仙 大仙這兩隻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什麼東西 大仙就是 大仙 我是要給妳 大吉品紅茶喔 是大吉啦 妳怎麼怪怪啊 因為我沒拿紅茶來 我們這射名字怎麼很奇怪 我呢 人家抽這個籤詩啊 如果遇到像你這種不肖的聲啊 就會亂解讀 人家名就是大吉 你就一定要講大吉令 拜託 你怎麼不講大吉敗 我都吉敗 不要被老吉敗 那是消吉敗 對不對 妳這樣講也有道理耶 對不對 這個籤詩代表神明的旨意 解籤詩的人很重要 面對人生困惑的時候 尋求指引的方向 但是很多人面對籤詩的時候 都會望聞生意 然後還可能一知半解 因為錯誤的解讀 而誤了大事對不對 像我們應該 應該怎麼解籤詩 我們來聽聽老師怎麼說 我還沒請老師的時候 我先問妳 錯誤的解讀 就好像有一個路標就是說 行路人等就是不可以在這邊尿尿 對啊 但是標題寫錯了 行路人 然後逗號 等不得再此小便 等不得 所以就你來不及 你就可以在這裡尿尿 但是她的意思是說 行路人等不得再此小便 這樣妳懂嗎 不懂 我們來問老師好了 好 我們來接 第一位是我們的 謝潔玲 大家好 我是潔玲 她很厲害 很厲害 她現在直播 都跟她媽媽一起直播 她媽媽在旁邊問問題 她就跟她媽媽對話 然後跟那個 很錢 而且她寫真書很賣 而且她很直率 很帥 好不好 讓她去買一下 是妳出的 我已經出完了 她出完了 我已經出很久了 出來了 好 那出完了也買 她還沒出的也預購一下 預購 預購都買 好 那第二位是我們的 問神達人王崇禮老師 妳好 第三位民族專家 王馨宜老師 第四位資格媒體人胡孝晨 大家好 歡迎 來… 來 請求人家 佛下課 這個杰玲 有 妳有沒有常到廟裡抽籤 妳有沒有從竹筒中抽過什麼 最特別或者最玄的那種籤文 我好愛去廟裡面抽籤 在我是少女的時候 真的喔 所以妳現在都不去了 我現在更常去因為更少女了 對 更少女了 妳講話都不會臉紅 難怪寫真書會賣得很好 所以妳要跟我學習 好… 有 我就會臉評好 我跟妳學習 我也出寫真書 我會買 那看我的寫真書真的 寫真的會噴出來 有啦 我常常去廟裡面拜拜 真的喔 然後有一次我真的是 妳這麼不順喔 沒有嘛 就會妳知道 女生就會想要求一個心意的問題 對 然後呢 有一次我就去廟裡面求 然後那時候是 我有男朋友 可是陣縫要分不分 要合不合 就是家人很喜歡 但是我自己不是很喜歡 所以我就去求 那就不用求啦 妳自己不喜歡幹嘛還要去求呢 可是我很孝順啊 所以我就 我媽喜歡 那我就要跟著喜歡嗎 我剛剛有講 這怎麼聽過 她是牡羊座 應該很相信自己啊 對啊 她怎麼會相信媽媽呢 因為戀情啊 談感情的時候通常都是 都迷失自己 對 沒錯 然後那時候我就去求籤 然後因為我就一直想要跟她和好 可是身旁的朋友說 妳不要和好 因為妳自己不喜歡嘛 就要按照自己心去走 對啊 但是我就想說我一定要問神 神跟我講的就是對的 因為我很虔誠 然後我就抽了一個 下下級 下下級 抽籤還有下級 請收看下集 我也不是啊 下下集就說什麼 我的感情就是不要跟這個再和好 你們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反正我講不好 然後你知道女生就會覺得說 一定是 對 不準 一定是我剛剛沒有講她的生辰八字 對 我再講一次 然後又去抽一次 對 因為我想說神明可能以為 我在講上上個男朋友 所以我就再講一次 好會欺騙自己 對 女生都是這樣子 結果我再抽一次 我抽到一模一樣的籤詩 妳看看 真的很恐怖 兩支籤的號碼一模一樣 命中有時 終須有 命裡無時 莫強求 真的 所以後來我就真的沒跟他和好 就換了一個男朋友 好像現在也一直在求籤 對啦 還在單身 好 那孝辰 那妳有沒有這種抽籤 抽到很這個最懸的籤詩 我之前的時候 我很少才會抽籤 為什麼 因為通常一般都是有事情要問 或者覺得不順的時候有沒有 不過通常一般如果說是比較不順的時候 我通常都抽不到籤 就我不管再怎麼樣擲筊 擲到 我有一次大概 不給你 在行天公擲到多少 擲到大概十幾次 擲不出來 擲到旁邊的阿嬤就看瞧不起我 這樣 阿嬤在旁邊這樣看 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我媽 因為那時候我都有給我媽去 我媽在旁邊都已經快翻臉了 我媽說 你是好了沒有 那擲不出來的話 沒有 你就死心 你就回去這樣 為什麼擲不出來 我不知道原因是為什麼 我媽就會告訴我 因為通常老人家都跟妳講 妳是問的方式不對 或者是不夠專注力 上面就是妳的程序有沒有 有問題這樣子 然後通常就這樣 我一直修到 已經修到已經不知道該怎麼修了 這樣子就是 把問題一直在修飾 修到很尖銳的程度的時候 都已經很明確的請教神明 就是說那個 我要問什麼 行不行 好不好 你要不要來就請自我智慧 有沒有 讓我知道有沒有 這個走這條路到底對還是不對 這樣 類似像諸如此類這樣 還是弄不出來 弄不出來最後的時候 我講真的 那個時候那個連旁邊那個 已經搬了五六次 那個阿嬤都搬到了 她就跟我講 年輕人拜託 搬不出來就不要搬了 等於睡覺比較有 我就把它放回去 那為了這個節目呢 我昨天呢 就去了我常去了一個那個 新莊地藏庵 然後我也去試看看 非常厲害 地藏王菩薩 對 新莊啊 新莊那個很靈驗 非常靈驗 對 然後之後的話有沒有 我就去求到一個籤 這個籤有沒有 這一求完之後呢 最後就有一個 其實我沒有問問題 為什麼問說過 你會不會求到 地獄不空 事不成佛 我也很想這樣子 我也很想這樣子 但問題就在說 我真的求 我真的求的情況是怎樣就是 我希望就 我就請示一下 就是我這個從四月了嘛 其實後面 未來的幾個月的運勢狀況 結果他跟我 結果呢 神明就給了我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籤詩出來 那寫什麼 上面寫什麼呢 就是叫做 雲開月初正分明 不需進退問... 問神明 然後什麼 婚姻皆由天注定 和和親急萬事成 你是去求婚姻啊 我看到這第三段的時候 我就差點傻掉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在問這個問題 我只問我的運勢是怎麼樣的 前面兩句都已經講了 對 就是很簡單 就是說告訴我 就等待的話有沒有 雲開見日終有報 不是不報是時機會到 見日月的情況 第三個的話有沒有 結果我就問了幾個朋友 包括問在場的幾位攝影記者 朋友有沒有 我們攝影大使有沒有 我問他說這什麼 就每個人都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就是沒有桃花啦 好不好 就是沒有婚姻 沒有姻緣 沒有你就死心的就對了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我也不曉得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妳看看 妳看妳要錯誤的解讀 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告訴妳說 妳今年有可能 有那個姻緣存在 嫁出去... 娶回來... 娶回來... 對 我那時候 我們剛剛在聊這個天的時候 因為還沒有錄之前的時候 我就跟那個攝影在聊這個天 就會這個朋友 然後想說 我們就大概此生注定無桃花 我們只要... 我們只要謹守分計 不要得菜花 免得到時候有沒有 有鮮花有沒有 這個就好了 你還有押韻 沒有桃花 但是還要不要有菜花 最好是最好不要送菊花 對 不要送菊花 要不然晚上我們來吃豆花 什麼啦 今天老師這樣講的話有沒有 我就開始有沒有 你現在出光 媽 我跟你講 妳快要有媳婦了 對 妳今年真的快要有媳婦了 那其他三句是什麼意思 好事一樁 對 可是我想要問 就是像這種好事 我應該是把它 譬如說 今年一整年都 都把它放在我的皮夾 今年也有婚姻 到底要不要燒掉 妳們兩個不要聊天 她在問問妳 我不好意思 她說 求到那個好的籤絲 是不是今年都要把它放到皮夾 還是說要當場就把它燒掉 因為像我家人都會說 好的 好的籤就把它放一整年放在皮夾裡面 那壞的籤就可能在現場 就是廟裡面直接把它燒掉 我跟你講 是 王老師 這個見仁見智 我也在罵妳 我建議人 我建議妳 我建議妳是直接燒掉 直接燒掉 對 可是它這好籤為什麼要化掉 妳就已經好了 妳為什麼還要留著咧 她怕忘記裡面寫什麼 對啊 我要一直記在心底 不是 妳就不要 因為妳總不能靠籤絲生活 是不是 因為這個籤已經告訴妳好 但是妳還是要更努力 不是嗎 妳很笨 妳現在不是有現代的手機嗎 妳把它拍照起來 那個燒掉就好 對啊 妳怎麼那麼笨 對啊 剛剛還說妳很聰明 可惡 我都沒有想到 還是說妳把籤絲留著手機燒掉 也是一個辦法 手機燒掉就賣 怎麼要化這麼笨啊 因為最好是化掉 最好是化掉 當場就化掉比較好 我現在已經拿過來了 我還要回到那邊去化掉 不用 妳這個剛抽的 妳可以先放幾天嘛 放 對 所以我還是要回去把它化掉 不用啦 等一下用拍照 妳如果下次有到廟裡的時候 妳再去燒不用刻意啦 總共刻意 對 妳又再錯誤直到 但是肚子痛的時候才能這樣喝水 肚子痛也不可以這樣子 妳不要再講我 我跟妳講 會當真的 我跟妳講 會當真把他給燒掉之後 把他喝掉 那個不能 這個不是胡褲 不一樣 胡褲才是喝的 胡褲可以喝 胡褲可以喝 可以洗澡 這個是牽絲 千萬不能 牽絲不行 這個萬一如果你盲腸炎 或者是 對 那個是不負責的 那個不行 這個不能亂教導妳 對 那我們要來問王重禮老師 有沒有明明是想要問婚姻 或者問其他事業等等問題 結果神明卻回了 妳是會解神明的話 神明回了個牛頭不對馬嘴的答案 那這個該怎麼辦 這種牽絲有沒有線索可以找 我剛剛回到這個問題之後 我們就回到孝晨哥了 還是他那個牽絲 我們以那個牽絲來以為主 這樣講比較清楚 教導人哥剛剛問的是 地藏王菩薩 接下來幾個月的運勢 是 對吧 那怎麼會把它解成桃花呢 對啊 為什麼會解成桃花 所以說我們要抽牽絲要 抽得對 才會解得準 聽懂意思啊 第一個 第二個說我們 廟裡面不是有筊了 有筊給寶貝問世了 那為什麼還要 牽絲擺在旁邊幹嘛 那不是多此一舉 所以說我們要牽絲到 牽絲的功用是什麼 牽絲的功用是什麼 對 牽絲的意思就是說 神明有很多話用筊 沒有辦法揮得很透徹 才會用牽絲補充說明 補充說明 不然你就讓寶貝對不對 是不是可不可以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抽牽絲幹什麼 這表示說你牽 神明有很多話要講 沒有辦法用筊 問得很完整 用牽絲來補充說明 那一般人 大部分台灣這幾十年 上次應該是幾百年來 大概都抽得不是很正確 抽籤的方式不是很正確 大家都抽一支而已 那應該要抽幾支 幾百都把牽絲成這樣 不是 幾百 還要牽絲成這樣 剛剛講說 其實神明有很多話 又沒有辦法用筊 回答很錯徹對不對 那你怎麼可以確定 神明要講的話只有一支牽 那應該怎麼辦 所以你應該要一支牽 問抽出來之後 再問神明有沒有要出第二支籤 第二支籤 出來還要問 有沒有要出第三支籤 我舉個例 台北有一個製作人要開個節目 他在行天宮出了一支籤詩 拿到LINE給我 我要開個節目 這個籤詩是不是叫我要慢一點 我看是慢一點沒有錯 可是我跟他講說 你應該觀聖帝君應該 行天宮觀聖帝君應該 這個籤詩應該還有第二支 還有第二支 為什麼呢 因為叫你慢一點沒有錯 可是應該還有下午會跟你講 慢到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啊 對不對 你叫我這麼慢 要慢到什麼時候 慢三年 五年的也有 對啊 神明不可能 大家說有頭 不會 既然有費的資料 大家說慢到什麼時候 叫你慢一點 他就有可能跟你講慢到什麼時候 所以他才回去再去抽 神天宮再抽 補充 可是不是還有其他籤詩 後面還沒有抽 有籤詩要出 有 所以出三支籤詩 第一章跟他講說慢一點 慢一點 第二章跟他講說慢一點的 原因是什麼 第三章跟他講說慢到什麼時候 才開 那問題真的都解答了 所以說籤詩 你如果抽準 你抽出來的籤詩 解出來的就準了 籤詩的起源 可以追收到唐末五代 屬於廟宇文化 又名神籤 靈籤 聖籤 那麼籤詩中通常是四句為主 以模仿古體詩的詩語 來顯示神明的旨意 或給球籤的人提示 具有濃厚的文學 神學 以及哲學色彩 郭哥 我這裡剛好有一句詩 不是 一句一個籤 不是詩 是 我要來問問你 你幫我解 床前明月光 儀式地上妝 這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說夏天到了 你最好開冷氣 窗戶不要打開 以免蚊子進來叮你 你好準喔 我最近都能被叮到 叮到我都 頭大了 你不要皮膚被叮到 不能出寫真集就好了 第一張跟他講說慢一點 慢一點 第二張跟他講說 慢一點的原因是什麼 第三張跟他講說 慢到什麼時候才開 那問題真的都解答了 所以說籤詩 如果你抽準 你抽出來的籤詩 解出來的籤詩就準 準的話 你抽出來的解出來的答案 你比通靈 比記憶筒都講到 他還要準 為什麼 因為這是真正的神的意思 不是透過絕把他講出來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講說 我們要問事業的籤詩 叫孝文森哥那個運勢籤詩 就不可以解成事業的籤詩 也不可以解成婚姻的籤詩 這樣就不準 就是要整個運勢 一種問題 就是一種籤 一種問題就是一種籤 不然你慢慢做一會 所以孝晨昨天抽的那個 可以現場燒掉了 不準 可以把我燒掉了 不是不準 你家城隍爺的那個籤詩 真的很準 對啊 你留著 真的很準 所以我們要知道確定 這當然不是他是不是還有第二隻 還有第三隻籤詩 這是唯一的我要確定的 第二點那一張遺醜籤 另外一個解釋叫做 王昭君被打入冷宫 王昭君被打入冷宫 被打入冷宫 永不翻身 因為王昭君為什麼被打入冷宫 因為他不想要去賄賂毛岩獸 那個畫師 對 要表示什麼 因為王昭君是有為人正義 太正派 正義 講話就太過直接 所以解釋說 這張網友可能在提醒夏成哥就是說 你接下來運勢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可是講話 如果可以稍微的調整一下 那就很好 不要太直接 不要太直接 你的正義感 是非黑白對錯分得很清楚 牽絲要解釋 第一個你一定要用歷史記載 跟牽絲那個詩句 好像這個真的要懂一些歷史 他連王昭君被打入冷宫都知道 都知道 我們抽久了 每個100隻牽絲 60隻牽絲 全部都買 那薛仁貴為什麼初戰18年 王寶川要等他 抽到這張牽絲如果是問婚姻的話 必須有一段期間要陣痛期 你要去 忍受這個過期之後 你的先生或立方會回來 如果是外遇或是感情 遇到這種問題的話 會很痛苦一段期間 可是 第二張牽絲就會跟你講 忍到什麼時候 我跟著被你 那個18年只是在隱設一個 有一個段期間 你要忍過那段期間 18年應該很少人可以這樣來 那我們要問一下王老師 王馨宜老師 那台灣的算命各式各樣 有一種算命方式 好像非常的有特色 那個球牽的這個媒介 好像是一隻鳥 白蚊鳥 我是始祖啊 你是師父啊 你是始祖鳥喔 始祖鳥很大 那整個籤筒都被他發抖了 他都要問他 對啊 因為你的比較大啦 誰都比較大 誰比較大 錢總沒有啦 錢總沒有很大 我說你們家的家事啊 我們牽絲是比較寬而已 沒有比較大的 我是說因為早期 早期 早期我是幫吳宗憲算鳥掛的 真的假的 鳥掛算命是王馨宜 不能 我也很愛算鳥掛耶 不能就是我 不是 你幫你的鳥算什麼掛 你養寵物的啊 你養貓的啊 不是啊 我是用鳥算掛 算我自己啦 用鳥 用鳥問事啊 用鳥 鳥掛問事喔 對 只是我沒有鳥 我都是用算命師的鳥 算命師的鳥 對 不可能 不可能他拿自己的鳥 去給算命師去做那個牽掛嘛 應該是用算命師的鳥對不對 不是啊 我們講實話 現在因為景氣 那個社會非常發達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啊 也可以用自己的鳥 不是 所以老師 你今天有帶你的鳥來嗎 我有帶掛來 我跟你講 當鳥牠是我從小 牠剛出生的時候我就要養 我都要騎 而且我每天 我的鳥 之前我的鳥都是聽佛經 都聽佛經 對 因為牠有壽命 壽命很麻煩 說真的就像就一樣殺生 你知道嗎 死體之後 我說真的 我要哭得要死你知道嗎 真的 我就像小哥一樣你知道嗎 牠家的狗死掉牠也哭得有 我一樣要哭好幾天 後來 我跟妳講 後來呢 我跟妳講 新陳哲林 這個鳥掛呢 自己抽一樣很準 到那個廟裡面抽籤對不對 先抽出來 然後都會跟神明搬三個杯 對 搬三百杯 才確定這個籤到底 是不是神明給的指示 這個是正確的嗎 正確的 正確 但是 但是你們一定要記住 有時候 有時候有時候 神明會跟妳搬生笑你知道嗎 有時候你們 一直搬就像她 就像她講的她上次 她之前 一直搬… 跟大家都在笑 大家一直笑 阿嬤說叫妳回去 阿嬤再搬 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有可能是 神明要跟妳搬生笑 真的神明在跟你開玩笑 什麼叫做神明在開玩笑 就是摸她的耐性 簡單的講就是摸她的耐性 摸她的耐性 應該是說她本身也很貪貪 不是說很信這種東西 但是我沒有貪貪 我應該這麼講 她本身應該個性上 就並不是說很 很相信這種事情 所以說抽了沒有用 不是 對 所以等於神明在開玩笑 你知道嗎 剛剛有講三杯為主 但是三杯為主 全部都是要 都是要有杯 就是一陽一陰 那如果其中有一個不是 那這個就明天再來 不是 就在換別隻 就在換別隻 你一定要抽到對為止 可是我真的曾經去很遠的廟 去拜拜 然後所有人都求籤求道 就我一個人真的跪在那邊 我是從 我記得我四點多去拜 然後廟裡大概五點半就關 我跪到五點二十 還在求 因為我就不死心 我想說都這麼遠 我就是要求出來 我求到最後是廟方 牡羊座 打破砂鍋問到底 還問砂鍋在哪裡 一定 對 不然會不死心 到最後是廟方走過來拍拍我說 妹妹 妳跟這間廟的神沒有緣分 妳下次再來求 她是用這個方法把我打到回府 那妳是什麼廟 妳還記得嗎 我記得是在淡水的觀音廟 觀音廟吧 那就是觀世音菩薩 可是我平常我們家是拜觀世音的 可是廟方就說 我今天跟這裡的神明沒有緣分 因為我是第一次去 對 因為妳去淡水都去玩 都沒有去那邊很虔誠的去拜祂 對 真的沒有拜過 妳就跑回來台北市的 觀世音菩薩的廟去拜 因為大家都說那間廟很準 妳就會想要問 但沒想到就是真的 一定要三杯嗎 可不可以各一杯就好了 不行 她沒有耐性 牡羊座沒耐性嘛 不是 因為真的比較準 那我可不可以問神明說 就是譬如說 我可不可以問這個問題 然後求她這個簽 那如果真的是這個號碼 請給我一杯就好了 也可以 可以嗎 妳可以跟她講 妳要跟她講清楚 所以可以 對 妳可以跟她講清楚 妳問一下好了 妳說問妳要 我當一下妳要掛喔 對啊 我不要啦 妳不要 我最近沒有什麼東西要超級賣 所以不用 什麼啦 真的 我七月要出寫真書了 會不會大賣 會不會大賣 會不會賣得比郭哥好 妳幹嘛要跟我比 妳只要看妳的身材就好 幹嘛跟我比 我們兩個要衝上雙影 我跟你講 我的寫真書就附贈妳的 星座書 這樣就 這樣好嗎 但是看我的星座書 竟然看她的寫真書 那這樣做主題就不對了 不會 大家就是想看 最終之一不再久 這樣搞不好不錯 你們兩個的客戶群不一樣 對啊 客戶群不一樣 不會去修 所以要融入在一起 融入在一起 融入把妳的星座的客戶也一起過來 我這邊 最好是這樣子 穿紅色的泳衣拍照 對 我就幫她拍十二星座少女 然後她在解釋 這些女生有什麼特性這樣子 抱歉 要先看妳寫真書賣得好不好 我才讓妳拍十二星座的女生 好啦 妳問一下 好 我問一下 天上聖門掛 對 我要是抽籤的 一張就好了 一張就好了 我自己喜歡 妳自己講 好 妳叫什麼名字 本名喔 妳不要說妳曾智希喔 我的本名是曾易如 星辰哲靈 本名叫曾無聊 既然我們應該有問題問她 對 妳是不是可以 請人民試給我 今年上半年的運勢籤 好不好 好的話妳可以順個杯 大部分都會有 有 妳那個清楚定義要定好 不講了模擬兩可的話 神明不知道要怎麼給妳 假設 問妳問錯 籤說錯了 我自己 妳自己講 好 妳叫什麼名字 本名喔 妳不要說妳曾智希喔 我的本名是曾易如 新陳哲靈 本名叫曾無聊 很想算又很擔心結果 不用怕啊 反正妳無所求啊 對 無所求就心中無寡愛 好 對 一張嗎 對 一張 講得很好 沒錯 她現在有寡愛 這個應該也不是很好的 妳真的 我告訴妳 她的比妳好 真的嗎 她真的比妳好 來 她真的比妳好 來 看君來問心中書 對 就是妳現在要 對 我來問妳 妳現在來問 積善之家 慶有餘 妳平常有在做一些 對 善事 恭喜妳 真的 孕婚才子雙雙字 錢 錢跟名字都沒有 名利雙收 對 子日喜氣 一門女 對 她真的猶如神助 不是 她這不只剪籤式 她都知道籤詩裡面想什麼 她都會背了 她都會背了 沒錯 認真籤 對 認真籤 認真籤 所以妳看 妳放心 妳絕對好 真的嗎 對 對啊 好了 而且很難得 妳年紀這麼小就有在做善事 恭喜妳 我真的 真的有 我以前還會去教那個小朋友讀書 那種 就是 爸爸媽媽就是不在的 然後他們放學不知道要去哪裡 他們就會來一個教室 然後我就會去教他們讀書 那妳不錯嘛 心地善良一定會有好報的 我就跟你說 妳星座室就剛在我們這兒了啦 但是為什麼妳 為什麼妳教小朋友這個那麼善良 為什麼妳自己要 身體要坦露出來 怎麼坦露 就是要拍寫生集 寫生集不一定要露 它是一個 很健康的 我就是會露 喂 我就知道 真的一定要露 像我沒露就一直被憲哥說 對啊 已經兩年的還 已經一年的還在說 那還有機會再出嗎 希望 不要好了 因為要減肥好累喔 真的好累 真的很累 但是這是一個人生的 一個值得懷念 對啦 以後永遠不會再回來這種身體 對不對 趴一次掃一次 好不好 值得回味 我要哭了 那我們要問一下王重禮老師 為什麼我們抽到籤 一定要拔杯 籤是這樣子 你不拔杯 不是等於說你 這不是神明給你的嗎 對啊 所以說剛剛講了說 一定要三個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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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三個杯是其實說 有時候這個拔杯 三個杯是紀律 沒有錯 也可以算是紀律 可是我們如果是紀律的話 那我們就用最嚴格的紀律 來讓它決定答案 你如果拔一杯親太膽 有才會可能一杯 像剛剛講了說 你要拔這麼久都沒有答案 不會 不可能 無解也是一種答案 對 因為神明也累 對不對 你一直來求 我不給你答案 你就在那邊跪在那邊 我也很累 問神 要問對答案 不是 問對問題 講清楚 對 所以說剛剛 剛剛講那個要抽籤 我說 妳要叫神明出籤師 不是說 不是對他那邊 然後直接抽 其實這樣不定 你應該有問題問他 對 你是不是可以請神明 試給我 今年上半年的運勢籤 好不好 好的話給我三個杯 大部分都會有 有 你那個清楚定義要定好 假設問題問錯 千抽錯的話 到底出事情 是你要負責 還是神明要負責 你拿給我解 通常人都會怪神明 對 因為自私 怎麼說不準 這間廟不準 所以不公平 你抽錯 拿給我解 我也解錯 那是我要負責 還是你負責 還是神明負責 所以我們要問神明 問神明出籤師 要很嚴謹 嚴謹到那種程序 我都要問得很清楚 你這個怎麼抽 所謂李嚴謹有去問你的 他說嚴謹 他說很嚴謹的問 很嚴謹的問 很嚴謹的問 因為講錯的話 可能會害了你一生 所以我們生之類的講話 要有點道德 你不可以隨便亂開口 不知道就不知道 之之為之之 不知為不知 四肢也 對 聽過十八神地獄對不對 你沒有聽過十九神地獄的 沒有 還有十九神 十九神 有啊 有一天十八神 不是在關那種最大二級 對 有一天十八神地獄 關著三個老大 對 就在聊天 說他在陽世間 多大尾 這樣 突然看到 聽到地下室 有一個人在哀聲探氣 啊 這樣 他們就嚇一跳 我們三個很大尾 他還有我們旁邊大尾 關於第十九神 就在敲門 哭哭哭 有人在嗎 有喔 你是什麼人 他會我們三個很大尾 關於第十八神 你是做什麼會 關於第十九神 我就做老師 做老師 做老師 他有叫賣關於第十九神 我做老師不叫賣太家室人家來 我就是不要教 亂不教 我最佳一段 無人子弟 對 所以這個也是 所以說這個解籤就代表 你要解一個廟的神之輪園 就代表那廟的神 不要隨便給它亂解 我們不賣 我們就說我們不賣 我們籤不是有那個上上籤嗎 對不對 還有這個叫頭籤 頭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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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籤王 對 籤王 籤王 但這支不是我籤 不是我籤的 拜託 不是我籤的 你不要來找我就是 籤王是代表什麼意思 好的還是不好的 非常好… 非常好 對 籤王是真的是非常好 就是第一籤 對 第一籤 第一籤非常好 通常抽到籤王的人 說真的你就藝術添一個油香 對 香油錢 香油錢 對 那有時候你們要看 你們自己的經濟狀況 那經濟比較不好 心味有夠就好了 籤王是最好 如果你能夠抽到 因為這個跟它的 就好像在種大樂透一樣 你知道嗎 形容差不多這樣子 不好意思 本人我 就有敲個籤王 真的假的 真的 而且我是 我是另外一個朋友 因為我每一年過年都去走村 妳剛剛抽中籤王 為什麼要把頭髮一筆一跳 就是有一種很囂張的 很囂張的感覺 對 那一種 反正我去走村 我們連續都走村 然後每一年 兩年 連兩年他都抽到籤手 我們去行天公拜拜 然後就覺得 怎麼可能會有人在我旁邊 已經連兩年都抽到籤手 到第三年 因為我們拜拜都是分開拜 然後先拜好的先等對方 結果我抽到籤手 他又抽到籤手 他連三年 所以我就覺得 我好像抽到第一千 好像也還好 沒有很厲害 還是裡面很多個籤手 有可能 還是裡面都是籤手 都是籤手 大家都一起抽籤手這樣 沒有 那妳抽到籤手 那一年妳的感覺 運勢怎麼樣 我覺得就一切非常的順利 順利 我覺得是順利 但是因為妳抽到會有一點 就是內心會被 心理作用 對啊 心理作用會被引導 就會覺得好像一切也沒有 就是很容易就過去 很容易就過去 我覺得 補充一下我們王老師 另外一個 抽到籤王 抽到籤王 籤王的意思 如果老人或是重症 抽到籤王 那是陽朔快逃 他還注意記得 你籤 有一個叫做張錫民 那是個槍擊澳發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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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東南鄉附近有一個廟 然後他就去求那個籤 然後就找那個廟公來 幫忙解釋一下 你要問什麼 要抓張錫民 你要抓我們張錫民 難抓耶 他說對啊 你要白天抓才抓得到 那時候奔利長想 怎麼可能 我晚上都抓不到 有沒有 還白天抓咧 結果後來張錫民什麼時候落網 下午1點多 補充一下我們王老師 另外一個 抽到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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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老人或是重症 抽到籤王 那是陽朔快到了 真的嗎 可是那也算是好事 為什麼 因為以神明的立場是說 這個人來這個世間上的公國 已經圓滿當成 可是以這個 這個人的後代子孫 這個長輩已經快要往生了 當然會難過 所以說籤王 有另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重症或是老人生病 抽到籤王 那表示已經時間快到了 老師 那如果是少女呢 少女的話 抽到籤王的話 如果你 就是表示已經 快要花開病地了 好不好 快要開花結果了 好 那太好了 是不是這樣 老師講 如果順的話抽到籤王是順 如果是不順的話 抽到籤王呢 這角色不一樣了 籤王不同 落入煙花巷 不是 抽到籤王 那最慘的也就這樣 如果你的要來問說 問婚姻不順或事業不順 抽到籤王 那標籤 這個界隆的主觀太過於重 你講的話 別人講的話你都聽不進去 以我為自我 為我獨尊 所以說你只要再調整一下 你就會事業或是什麼 因緣就會順 如果你這個缺點沒有改進 你比如說你就在這間公司 你都行人不好 你自己長個自己算 你這個缺點不改的話 你就算離職到別的公司 你還是會發生這種情形 那孝辰 那聽說還有透過籤詩來破案 有 有那個自己自投羅網那種的 就是 自投羅網 我剛才不是拿那個籤詩 就是那個新莊地藏王鞍對不對 有一個通緝犯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 就是當時的時候 新莊分局他要抓這個人這樣 他抓這個人的話 結果他就到處躲 因為他也是在地人 本來就是一個治安人口 就是警察大概都知道 他的長什麼樣子這樣 一直找不到他人 就沒想到有沒有 這個傢伙就跑到那個 那個廟裡面去 然後就要求籤 因為他想要躲那個 躲到什麼東南部 他會想請示神明有沒有 躲到台東 花蓮 或者是屏東有沒有 那個是比較能夠 不能被抓到 結果沒想到 他抽那個籤詩一抽出來之後 最後一句有一家 警房行事 貓書 警房行事 這四個字就出現 他一出現的時候 當時他一想 怎麼會這麼奇怪 然後還有去問一下 因為廟裡面都會有一些 幫他解籤詩對不對 所以那個解籤詩一看 他說 你是做什麼事 你是平常有做什麼壞事嗎 還是怎麼樣 他說不要諸惡莫做 就這樣子跟他講 結果後來之後 這個想一想 那我扣你一下衰 怎麼樣也不會那麼衰 因為通常一般來講 做壞事的人都不會想要那麼衰 你知道嗎 然後放在口袋裡面 一出去不到100公尺 照兩個刑事的 刑事局的 刑警 他就是要到廟裡面去 因為那個地方有很多的一些 那個新北的一些警察 他們案子如果被 因為就是主射無法前進的時候 找不到線索 他們會去那邊去問 結果兩個在那邊大喇喇一看 奇怪 前面這個叫 不是好像我們要抓那個通緝犯 當下有沒有 他連跑都來不及跑 聽說當下那個看到的時候 來一個距離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一轉身的時候腳軟 這通緝犯平常很會跑的 那一天的時候突然間腳軟 一腳軟了之後 那個警察有沒有 根本就是完全也不用去追他 夢中周邊 夢中周邊 當下他被抓到 抓到的時候 結果他說我知道 我就知道我今天一定很曬有沒有 今天一定會被抓到 就假如說你怎麼知道 你怕你給我抓 他說 他就說 我到口袋裡面有個牽絲 結果那警察打開一看 第一句看到 因為牽絲通常都是這樣子 都好幾句 這個警察一看 警方形勢 就我們就犯罪了 當下就被抓走 這就是一個字頭羅網 另外還有一個是什麼 就是你說他神奇 他也真的很神奇 就是我們都知道 我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 以前有一個叫做張錫民 那是個槍擊要犯 有…知道 他的那個什麼 讓警方分到頭痛 是因為他的火力很強 他曾經甚至在東三鄉的時候 拿了一把N4的衝鋒步槍 夾持一個龍夫的車子 後來有個警察有沒有 過去就要追捕他的時候 他槍一轉過來之後 那個警察有沒有 一小心滑倒 他說滑倒 我是覺得有點軟了 軟起來 然後整個就倒在地上 所以他後來就跑掉 跑掉的時候 但是因為他那時候搞的 案子實在太大 因為他又專門就是去綁架 很多一些那種什麼 名義代表 名人 名義代表 有錢人這樣 警察就想抓他 就那個台南縣警察局 局長就想 當時是台南縣 就想 這小子抓不到怎麼辦呢 就好 就他那個東南鄉附近 有一個廟 然後他就去求了一個籤 一求 求完之後他一看 他就說這什麼意思 看不看 然後就找那個廟公來 幫忙解釋一下 他說他會落網 他說你要問什麼 要抓張啟民 你要抓我們張啟民喔 難抓耶 他說對啊 你要白天抓才抓得到 那時候奔迪長想 怎麼可能 我晚上都抓不到 還白天抓咧 晚上抓到已經很危險了 還白天抓 因為他活力很強 結果後來張啟民 什麼時候落網 下午一點多 沒錯 白天 在台中的時候 下午一點多的時候 當時的時候有沒有 就被抓到 結果後來一再看 發覺時間 連那個整個場景都很類似 所以你要講說他神不神 他也有時候很難解釋 神啊 好 既然那麼神的話 孝誠 我們一直替妳的婚姻 這個很擔心 既然今天有很多老師在這邊 妳要不要求個姻緣籤 求姻緣籤 抽一下吧 我應該是沒有姻緣的 妳沒有姻緣 我應該沒有姻緣 那就表示妳 妳其實本身很排斥婚姻 我覺得她有一點 對 她本身就已經很排斥婚姻了 對 妳在害怕什麼 孝誠 妳在嚴肅什麼 妳在嚴肅什麼 我們幫她抽可不可以 她人在現場 抽 抽吧 來吧 好不好 讓她抽 是要抽什麼 這個還是 哪一個 要抽什麼 哪一個 這個我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我的原則是妳是問神 來 問我的 好 來 沒問題 我怕會誤導妳 那還是妳自己要來 來 妳自己來 妳自己來 那我也要 天上聖光 你叫什麼名字 然後 妳站起來 站起來 妳也比較尊重 我會輕輕 不是 因為妳真的 妳胃頭肌肉 妳都已經不需要婚姻嘛對不對 我怕說 抽一個不好 我媽回家我媽媽媽媽媽 不會啦 不會啦 抽不好我們會檢驗 不好我會教妳怎麼解嘛 好 來 來 雙手 等一下你叫什麼名字 這個是天上聖母 希望天上聖母 會這樣修理一個姻 姻緣瓜 我叫胡佳晨 然後希望天上聖母 能夠賜給我一個姻緣瓜 人是可以娶媽 我今年可以娶媽嗎 有婚姻嗎 有婚姻嗎 來 請你抽一支 請你抽一支 好危險的感覺 不會啊 婚姻是妳自己的事 不干我們不干我們的事 對不對 有沒有都 我們只是幫妳而已 我以為妳也要抽一份 沒有 人家現在婚姻幸福沒滿 不會啊 老婆漂亮妳 她老婆漂亮不干我的事 老師眉頭 眉頭一伸 眉頭一重 好 結果是什麼 我告訴你 陽氏做氏未合同 用誰 就是說 因為怎麼講 應該是講說 其實我們現在找妳來抽姻緣籤 但是妳打從心裡 妳就是 對 婚姻是排斥的 對 王老師唸得出下面的嗎 下面的十句她唸出來的 老師默默講出來 因為她是專門公籤詩的 對啊 好厲害 對 沒有錯 問題是 那麼多籤詩要背起來 這太難了吧 所以我跟妳講 烤託符 她烤託符的 烤託符的 對 烤託符 老師妳託符是烤籤詩的嗎 我記得我沒烤過這個 妳唸了嗎 妳全部都唸了 來 妳唸出來 唸出來 妳全部都唸 唸出來 那一張籤詩 有些籤詩是講 陽氏做氏未合同 對 有一些籤詩是講 陰氏做氏未合同 雲色月色正朦朧 心中意欲全途去 只恐明人欲未同 全途 100分 十孔前途未 對啊 對 沒錯 她唸對了 好厲害 她真的都在記簽詩的 真正的 記簽很好 你一定會背唐詩 黃 黃昭君何番 不然就 蜻蜓入蜘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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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 沒有第三個 其實我覺得 王重詩老師可以 他就是 常年待在廟裡面就好了 我們就不用籤詩 要求什麼姻緣 求失業 就點大家 沒有 你搶一個籤詩 我來擲筊 我搶一個 點一下 不是這個 這個 講完 我們就擲筊 是不是這一次 也不錯 可以這樣子 我曾經是這樣子 可是對 沒錯 重點是 還是重點是 要神明出 才準 我不用帶籤詩 我就唸阿神明伯伯 那我就可以解 這個厲害了 不是 他個人是 我這樣聽起來 他是為神明在服務的 真的 他是為神明在服務 所以他本身就是 心面有出籤詩 他才能替大家解 對 因為我怕我講 因為我還是人 我怕我講出來會誤導你 是 這樣不行 不可以 王老師講得太好了 這是我們以前講的 就是說 你信什麼信仰都無所謂 但是你的個性沒有改的話 你永遠改不好 對不對 所以說新陳哲林 我們抽到前十 盡量往好處去想 自己還是要努力的工作 才能夠達到成功一步 對不對 好不好 謝謝大家收看 記得禮拜一到禮拜五 晚上11點準時收看我們 非常異世界 謝謝